记者同建立苗栗报道,国民党苗栗现党部展开年底地方公职人员选举提名作业,苗栗头份二市市长都有两人以上登记,各不退让,陆续展开电话全民调初选。 而苗栗头份市苗栗现前两大市九年前都因同时有两名蓝军进竹,结果由清律无党籍当选,现党部收复若可几乎团结,强调危机参选,开除党籍,连同没收二十万元保证金。 国民党登记参选苗栗市长者,有线议员邱正军宇耀东,苗栗市代表会主席赖桂轩,登记头份市长者,则有线议员陈永贤,立委徐志荣服务团队执行长徐维军。 现党部主委林祥川表示,两市都有两人以上登记,经内部协调,都不愿退让,因此进入初选,以全民调为依规,采电访调查,目前头份市已展开,苗栗市上代十九日开会讨论续节后再进行。 98年的苗栗市长选举,已故国民党籍市长周玉梅寻求连任,原国民党籍的前线议员彭为兵托党参选,结果由回国参选的无党籍现任市长邱炳坤胜选,通界的头份镇长,时尚未改制为头份镇,现党部开放时任党籍现议员张茂玄,陈英和参选,也由无党籍的现任市长徐定珍出现。 邱炳坤,时定珍两人连任成功,加上政治立场都清律,对于县党部而言,等同县内两大事的绿化九年,林翔川说,为了避免重蹈复彻,党部规定登记者必须缴交20万元保证金,并要求团结支持初选出现者,若违继参选,势必开除党籍保证金没收。 乡镇长登记部分,后龙镇为现任镇长朱秋龙,大胡乡为现任将长胡娘内,三亿乡为现任将代会主席吕明中,铜锣乡为现任将代会主席李瑞亭,造桥乡为乡农柜退休总干事黄天贵,南庄乡为南庄乡观光产业协会理事长刘月梅, 泰安乡为现任将长刘梅兰,林翔川说,其于乡镇长无人登记,后续将以征兆或报准方式处理。